佛陀十大弟子穆连尊者词讯 普度、求道的因缘、孝行圣神通 自古及经多少的菩萨,都是由孝到感动天 得藏王菩萨也就是孝感动天 观音菩萨也是孝感动天 我穆尖连也是孝感动天 自古及经的孝子才能感动天地鬼神 没有孝心不孝敬父母,天地不会庇佑 今天我会来,是要与大家谈一谈笑,讲一讲神通 在佛十大弟子当中,我穆尖连属神通第一 我家静好,当年我未得正法之时 我所修的四果旁道不是究竟 我以神通游戏人间 当时释迦牟尼佛正法时期外道很盛行 所以万龙这个地方,各教有各种神术 他不是上上乘大法,有很多是诸位不了解的 我们今天能求到,是因佛在世普度众生 才有正法有正道,大家才能得到了脱身死 更何况今天大家沾到天恩施德,又能来开班 现在七月,又俗称鬼月,大开鬼门关 人间的习俗普度,拜好兄弟大鱼大肉 其实你们要知道七月初一到月底 甚至七月半大家拜大家普度,这个普度意义要懂 那是因为当年我母亲毁坏佛法,毁道棒得罪过无边 所以她入无间地狱 我当时是佛弟子,我神通广大 我以我的神通力,进入地狱看到我的母亲,在那里受苦 所以我用我的脱波化饭给母亲吃,却变成一团火 我又化水让我的母亲喝,又变成血水,我母亲无福消瘦 我看到我母亲在地狱受苦受煎熬,我回来就求佛陀慈悲 佛陀才说我母亲毁坏三宝,哪三宝呢? 佛,法,僧 在天道有自信三宝,归依自信佛,归依自信法,归依自信僧 这是天道自信三宝 我母亲造的口业多,而且让僧人尼姑和尚破戒 所以诸位菩萨罗汉,你们要谨慎 不能毁谤会受地狱的苦行,各教都一样 这一点要小心,每一个人有互道的责任 互道场的功德,若是你没有互道场 身为道卿,身为讲师,谭主 若是说是非会毁谤道场 你已造下无边的罪业,所有的罪业你难以承担 所以,当年我母亲就是破坏僧道才入地狱 我回来跪求佛陀,让佛陀救我母亲 因为百善孝为先,万恶赢未首 我痛哭求佛陀,佛陀才说若要救我母亲 设百味僧品速食普度,所以普度是由此而来的 我用盆子,放百味僧品,供养十方僧众 因为七月间大开鬼门关,所有的洞府修行者精灵 那一天都解放,所以第一要供养僧众 我才能弥补我母亲毁谤僧众的罪 功德回向给我母亲 然后我还要念经超度所有的冤魂鬼债 不管路上死的,水中王的依依在七月间 佛有大赦可超度他们 而且七月半所普度的,可以超度三层的祖先 但是这个力量很微小,现在白羊道场天恩施德浩大 不用这样普度,只要你们诚心修道 你亲口设立佛堂,你有度人就可以超拔一层父母 度的人更多就可以超拔第二层祖父母 但是现在人把普度的意义扭曲 认为我们七月半在普度是谗媚鬼神 是祈求好兄弟,是不是? 祈求好兄弟保佑和家平安 来保佑你们赚大钱,错了 咱们修道是以佛为朋友 是以菩萨罗汉为兄弟姐妹 并不是以鬼灵精怪为兄弟 难道你们愿意与鬼灵精怪为兄弟吗? 这就是普度的由来 白羊普度的书圣,九族升天,三草普度 所以佛陀念余孝的重要设下于兰盆会 七月半的庙宇所做的法会 那就是水颤大会 才有于兰盆会 所做的功德 那就是在超度父母 弘扬了道归家去 转道三阳弥勒尊 现在功长仔细应运 大家的逢天道 求道要能尽大大笑 有父母归空的 而女求道,父母祖先换上锦袍 在听经所听佛讲经说法 每一个人手持一朵莲花 子孙修得好 莲花就长得好 她的子孙修得不好 她的莲花会哭雕 若是你们更能尽大笑以后超拔父母 她能到天佛院 先佛院 考试院去派职位官位 各处化人显化 这是皇母的恩典 义子成道九玄七祖身天 所以你们不要看清这个白羊普度 上度和汉心斗 中度诸罗菩萨善男性女 下度的腐鬼魂 千载难逢才有这一回 不要看清了 你们都是己事与佛有缘 你们大家有缘才会加入这一般法会 像昨天今天能听到弊班 你们的名册 在天佛院已经住好 已经更胜一级 不要小看这个法会 若是法会来一天 不来一天 有时晚来早回 没有从头到尾 若是没有弊班 就不算这般的班员 每般的班员有一定的人数 有一定的同窗 要鞭策自己 我们今天能过得好 明天未必有时间来听道理 所以掌握眼前 掌握现在 你才是上上的智者 人人有使命 当年佛陀开法会没几次 现在的法会各处开 因时因地因人 那就是道的尊贵 那就是你们点传师的慈悲 所以你们要认真 在座的菩萨罗汉 你们都是佛家的宝 因为你们美其名道清 以道为清 有道心就是佛说的慈悲心 人人有慈悲才能化度众生 大家都是负着使命来的 各就有缘人 我们一样各处显化 我今天来借窍 是因为我与这一般的谈主 成学男友一段姻缘 在佛陀时代 他与我共同修道过 你不失的多 想的福报多 赶快安谈修办 才能圆正你的果位 你这一辈子想的福多 这是你类似修的福报 好好修吧 请坐 神通抵不过业力 道德 诸位菩萨罗汉能来这开法会 好好珍惜此缘 你们类似都是同窗 都一起修过 今世才能续佛缘 故此大家更应该明白真理修下去 发慈悲心度大众 人人都能修成佛菩萨的果位 受万人崇拜敬仰 人世间本世无常 无常忠明真常 天道上上尘大法 得道修道莫要错失良机 佛弟子当中 我是神通第一 但是神通不是究竟 神通抵不过业力 神通抵不过道德 神通并不是万能 当年佛的时候外道猖狂 我应动念与外道比神通 最后我被外道乱食集成肉酱而死 当年旁门外道 想破坏佛法 加害佛陀 所以我为了护持佛法 与外道比神通 外道比不过我 致使造下称恨心结下了业 外道应知道我每天经过山脚下 故在山上乱食 把我急死 我有神通我知道 我也可以躲 但佛陀说这是该了的业 因神通抵不过业力 无道无得意沉默 沉邪道 所以我今天来借窍 万龙这个地方各种神术多 化福念咒 术流动静 种种下乘法 都不是究竟 都不能就自己性命脱出苦海 大家不要好奇 去学神通 道德兼备的人自然具足神通 神通不是学来的 没有道德的人 若有神通容易变成邪道 所以佛自然具备了各种法相 并不是刻意去求去修来的 只要你们好好修 把人心血心放下 修成佛心 具备慈悲心 救度万众 自然就有神通 一般人学神通 对本身并不好 因人心纷纷扰扰 你有神通知道人家在想什么 或是人家要害你 或是你知道几时要死 几时要遭劫 你修行不够 你会害怕慌张 致使走火入魔 知不知道 真修道 不必神通 所以有神通并不是好现象 我以第一神通者 因为我知道外道几时要来害佛陀 几时外道要做什么事情 我事先知道 我事先去找他们 一念称恨起百万丈门开 有佛自然有魔来魔 有正自然有邪来考验 这是宇宙一体两面的对待理 不是人为因素能扭转 没有外魔成不了佛道 每一个人起心动念都会造业 所以起心动念要注意 一念不正能造无边罪业 现在到场点传师 讲师为什么没有神通 这是上天要修道人平平凡凡 时时在在 而把神通收走 静孝道 格至成正 本心明 六度万行 所以现在修道人从人道做起 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 百善孝为先 孝顺父母做起 自古菩萨先佛皆孝道做起 以如交收缘 以佛法为辅助 人人有慈悲心 菩萨行 人人担其使命 把娑婆世界化成莲花邦 把世界变成和平 要化天下 根本就是由自己做起 人人常患贪 称 吃 此三度是入地狱的门境 要以戒 定 会来度贪 称 吃 是新地光明 持以六度波罗蜜 度尽种种邪魔 以持戒去度邪淫 以不失度贪迁 忍辱度称恨 精进度懈怠 禅定度散乱 智慧度于吃 若以六度万行修道半道 则你们诸位成道有余 现在不必修四圣地 十二因缘法 而成道洁净 从格物质之诚意振兴做起 三教本是一家 不要分你我他 万法归一 亦归根本 大家掏出自己的良心本心 自然人人的自信莲花 放出光滑 耽误大家时间 希望你们一个一个 尽孝道感动天地 古来的佛菩萨皆是孝子修成 祝福大家 祝公园果满 极乐世界里见面团圆 祝福大家